今天在家做了一道传统的脆皮鸡 皮呢它是香脆 肉质鲜嫩 咱就尝尝吧 尝尝吧 哈喽啊 我又来了 今天给你们送只鸡 这鸡呢是小三黄鸡 我们现在给它腌一下 首先呢是加盐 鸡就是想着这个鸡很嫩 对 也很小一点 透气盐是您炸的时候也容易炸透啊 对 给它搓洗 让它充分入味 把这个糖内呢也加一点味道 好 加点胡椒粉了 再来胡椒粉 这个好啊 不畏惧全了 这个前提的腌制啊 最好的是不是啊 对 这个 入味 入味啊 它这个胃痛底里 吃着骨头 这就是腌的作用啊 好嘞 花雕酒 来上点 这花雕酒 这花雕酒咱们比俩喜欢常用的花雕 这是酿造 对 它是 而且这个花雕酒呢 它这个让造这个米啊 香味啊 香味啊 大块葱姜 腹部给它搁点啊 让它都有味道 哎哟 这花雕酒味 喷就上来了 喷就上来了 腌上啊 腌上 腌了两个小时啊 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料给它 拿掉 给它洗个澡 煮上啊 煮上啊 所以这时候料就不怕的掉了 已经是入味了 到这个 它这个鸡肉里头都有味的 这个煮着啊 这一瓶水 这是蜂蜜 加点水 热水啊 这没有蜂蜜 跟着麦芽糖 麦芽糖也行 好 加点醋啊 白醋 白醋 这个醋都行 再加水面粉 水面粉是土豆淀粉那行啊 土豆淀粉行啊 好 这就是脆皮水啊 搅拌均匀 这就是脆皮水啊 好嘞 你家解一碗的啊 这样 对 煮了十分钟 反复这么焦啊 这样 摆着在各个部位啊 都让它挂上啊 这得来回焦五分钟啊 差不多 你这个不反复焦它挂不住啊 我给你挂上去啊 嗯 风干吗 风干 好 好嘞 放这儿 你接着点好不好 对的 跟讲故事 又讲故事 嘿嘿嘿 做这个鸡啊 叫脆皮鸡啊 有一次呢 我们接待了一个 吉尼亚购物团 吉尼亚购物团 我们的北方大厦 自己有船的 叫北方号 在哪儿啊 松花江上啊 就是在酒店那个 那个马中的厂 嗯 我们的吉尼亚购物团 这是什么 尤容 嗯 就是 野餐 野餐 到这个松花江九号上 那个是野餐 我是随行服务 我就把家里头的鸡啊 挂好了 晾好了 炸好了 装到食品箱里头 把它就拿到去 来上 你也有的吗 他们这又唱又跳的 是黑面肉团皮的 啊 又唱又跳 然后到中午开饭的时候呢 我就把这个鸡拿出来哈 在这家蹲上 我就开始给改善了 改善后那个 他这个吉尼亚的黑人啊 就过来就说 马菲克 我直接是不要 啊 马菲克 嗯 No 什么意思 就不要去 直接来 我说什么意思 我切了一半 嗯 拿着把垃圾一半砍 一半就一半跳了 哈哈哈哈 他就愿意 吃了一半 哦 睡一半 把垃圾 砍砍砍砍 继续砍这些辣 OK OK 不关啊 一关就这样 过来 好了 量度四小时 把它转一下啊 你看这个皮 牛峰了 开始炸啊 炸 把这鲜 为什么隔楼少呢 我得先把油 把这个肚子底下滑 先淋的啊 对 哎 好 炸鸭子 里头 烧里头 往外头 对啊 稍微捡点会去啊 捡点 就是那个 下去之后油温就降低下来了 嗯 对 还有说我你灌 放到里头 炸 小火炸了15分钟 控制油啊 出锅了啊 去锅了 这个颜色就行啊 对 这个颜色就行啊 脆皮啊 这个豆腻就是 有点清楚 这就完成了 好嘞 这要尝尝脆皮这块啊 尝尝 尝尝 这个鸡就分离了跟着肉啊 对了 嗯 还行 很脆 像烤鸭那种脆啊 对了 看这个肉直接分离出来了 还行 相当脆啊 相当脆 这个做这个脆皮鸡啊 选用的啥呢 一个是三黄鸡 再一个清眼鸡都行 嫩一点 嫩一点的鸡 再一个呢 这鸡回来收拾干净了之后 这个腌也很重要 对 腌完了之后呢 还得搁水煮 煮的时间呢 还不能太大 十分钟 十分钟 再就是挂瓶 对 挂瓶 嗯 醋 醋 变粉 对 挂水 挂瓶 4小时 挂了4小时 往来炸的时候呢 不要太火太猛 请炸 小火 小火 先灌肚子 往来让它成熟 对 最后就是成熟 表演言得好 对 关注老远记 美人烟火期